這課書其實我們會講一言二字方程 與之前的比較,其實它不是深了很多 只是多了一點點變化 一言二字方程,我們看看 以前我們學的,例如會學到一些這樣的樣子 但這次我們不同的地方,只是我們要處理的 例如是,我們會學到這樣的樣子 在一些變化之下,怎樣去變回我們形式的情況 我們要將Y代到這個位置,變成5X 令整條題目變成我們熟悉的題目 但當我們做完之後,我們不能當Y是答案 做完之後,例如在這裡 我們得到一個答案,Y加2Y加1 就會等於0,Y等於負2或者負1 還未做完,我們要將5X代回 從而找回X的項目是多少 因為這條是做一個練習 所以這條後面不能這樣做下去 我們看看有什麼練習 我們就開始要正式做一個題目 理論是第一A的,我們先去看看題目 首先看看第五條,第五條是6次方,加5x3次,加4等於0 看到這兩個指數不用怕,要知道這個比2次方大,所以我們會拿這個 這個和這個,我們分別把y放進去 我們很快看到答案,一個是4,另一個是1 所以得罪的結果,y等於4和1 我們把這個數字抬回去,x3次等於4,或者1 這個位置會麻煩,所以直接算了 OK,留意因為3次方,所以它不會有正負之分 負的3次方之後,它不會出正數,所以不用管它 而通常你們需要在這個位置提醒,我們要假設y等於x3次給人 如果不然,它會被人求訓 做到一條給大家看,你會發現基本上問題不大 第九條,8x6次方,9x3次,加1等於0 同樣的,所以我們會拿,x3次方,然後把這個 轉回它 當然,中間要加一句 我們可以取得出來的答案,一個就是8y-1,另一個就是y-1 這些計算機能做到,所以不說 所以,我們把這個x3次進去 這個等於8分之1,或者x3次等於1 所以x結果,也可以按計算機 這個,可以按計算機能做到2-3次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就是2-1 而這個呢,就是1 而後面,我們會看到一些 其他選擇的,包括分數線的題目 我們做一條握手一點給大家看 第十二條 你會看到,有些分數在這裡,但不用擔心 因為通常,我們只要做最簡單的通分母 這個就會變成6加x 而這個x加1,等於12 然後照做的,只要把分母放在對面 12x 6加x和x加1 插庫 插庫 插庫這些要做快一點給大家看 插庫 然後呢 插庫 然後呢,把全部的,按x是2次可以的了 然後呢,這兒是7x,搬去那邊 所以呢,得出5x 所以 x 答案 1 答案 1 答案 2, 1 答案 3 1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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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答 再測試圖 得出來的結果,這邊先加了 finex加8,然後右邊 得出來的結果,這邊呢,為什麼這次放在右邊呢? 因為我們要求5x2次是正的,我們不想一個負的出現 然後8x搬過來,所以一加搬過來就是加7x 還要加x給他,所以6x 然後後面的8,搬過來,減11 得出答案了 就是5x加11 然後就是x-1 所以x的結果呢 雖然很噁心,但是沒辦法的 那之後呢,我們去處理開方數的問題 開方呢,其實就沒什麼的 因為都是這麼做的而已 只要大家呢,往往都是把整個東西2次放了去 那就錯了,一開頭就 只要一開頭把 不是開方的東西放在另一邊 然後把整個2次,這邊也是 那就可以得到結果存在的了 那這邊呢,直接點了x加2 沒有2次加,記住 而這邊呢,點了2次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記住 我喜歡的時候 有一點點的方程 就是a-b的2次方 然後呢,把這些方程寫好 然後呢,把這些方程寫好 x2次放在這裡 把這個方程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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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人數是7 和一個人數是14 那我們把第一條開方數 看看現在的方程寫好一點 我們把這兩個方程組合在一起 那就是第20條 開方x-12 拿到開方x 等於1 那麼,一定第一條要處理的 就是處理了 這個 先把這個方程寫好 所以先把整條乘成開方x 整個黑方X之後,前面就是x,而這個數字也沒有了,而右邊就更多了個黑方X出現 有這個之後,就符合了第二個要求,就是黑方X放在同一邊 所以下一個步驟已經沒有特別了 兩邊x,就是2次方,然後以這個2次同樣,a-b的2次方 1444-24x,然後把x放到這邊,所以25x,x2次加144,ok 所以得出來的答案,x一個是9,一個是16 我們看看第23條,一個lock的分數在這裡,但其實沒有關係的 因為你會看到,它在這樣的情況裡面,整個lock是出現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你會看到呢,前面是lockX2次,中間是lockX的 那這個呢,很直接呢,把y呢,代入lockX 然後,y2次加5y,加4等於0 那那個y呢,就會等於4和1 然後,然後我們再回轉,lockX就等於4 或者lockX就等於1 就是這樣了 那我們出去看另一條,那這條就不是正常的了 那會看到呢,第25條 那lock的3x-8,加個lock的x-5,等於1 那這條題目呢,就不可以用剛才的方法做了 原因呢,因為其實你看不到二次 和它X裡面的項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們的做法呢,用lock的卡法 加呢,就等於乘 那所以呢,兩個呢,就會乘在一起了 那我留意一下呢,開一個括弧給它 而1呢,我們會寫上lock10的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兩邊的lock,抵消了它 那所以呢,下一個步驟,就是這兩個呢 就會抵消了它 那之後呢,我們就會 那之後呢,我們就會 請領它之後,就很快會出到答案的 3x2次,減23x 那之後呢,我們會搬回來 加30,等於0 那整條色呢,你會看到呢,已經接近做完了的了 那最後呢,X的答案呢,我們會得到一個是呢,三分之五 而另一個呢,就是六位的 那,我們會看到第37條題目 這條比較長的 這條是lock2的題目 如果你記得什麼是lock2的話呢,其實呢 其實呢,2的意思呢,就是這個place是2 那一路以來,平時的place都是一個lock10 那這個lock2呢,特別是地方呢,就是當我們去轉換的時候呢 特別是在這邊的3,我們會不同的 那三個呢,都是不同的,所以我們會數三個相成 那最底的一個,因為負的意思呢,所以是除 那,2的呢,我們會看到3是什麼呢 就是2的3次方 那就是這個位置呢 那就是這個位置呢 拿出來之後呢,後面的那塊就是1來的 那,我們會弱了lock2 那,所以我們得到結果呢 就是,這個 同一時間呢,我們會做拆弧的工作 把x乘過來,8x 拆弧,x2次加 4x,減6x,減24, 等於8x 搬回來之後 減的會是減 10x,減24,等於0 那,我們會看到呢 這個答案呢,是這樣的 那,所以呢,我們會處理的就是 一個呢,x是減12, 而另一個x是加2 那,所以呢,答案就是 負2,和12 那,所以呢,答案就是負2,和12 那,所以呢,答案就是負2,和12 那,答案就是負2,和12 那,答案就是負2,和12